- 嘿,大家好,歡迎回到Shot Adventure來 今天終於要跟大家繼續介紹這一款令人,令大家期待的Human Alliance Autobot Jazz Jazz呢,在這一款的玩具裡面呢,就如同我先前一而再再而三的講過 變形金剛的玩具越做越精彩 而這句話呢,則完完全全的反映到我們眼前這一部Autobot Jazz的身上 為什麼呢?因為不論是在車子的型態,機器人的型態,甚至於變身的過程呢 它都有高人一等的優勢在這邊,導致說它的出現,頓時間讓其他前四款 這個Human Alliance這個玩具呢,看起來像個Solar 也就是這個比較稍微令人感到失望一點的玩具 而我之所以會,甚至我應該說前五款,為什麼呢?因為我目前所擁有的這個Human Alliance系列呢 除了我們眼前這一個這個Autobot Jazz之外呢,當然還有包括了我們第一款的這個Bumblebee 第二款出來的這個Sideswipe,第三款出來的這個Skid 以及第四款出來的這個Barricade 是的,到目前為止,Hunt for the Decepticon的這個Autobot Jazz出現之後呢 老蕭我仍然的沒有看到這個Revenge of the Bowen的這個Must Lab 紅色的這個車子的出現 這一點呢,是讓我感到非常非常不解的一件事情 你既然連Hunt for the Decepticon都出來了 為什麼那個紅色的車子還沒有出來呢?是不是會沒有呢? 但是嚴格來說呢,它有沒有呢?對我來講也沒有太,呃,太大的關係 為什麼呢?因為它的變身過程基本上可以跟這個,可以說是跟這個Skid呢 大同小異,只是顏色的不同以及稍微小小的不同之外呢 其他基本上也就是大同小異了 因為為什麼呢?他們畢竟是雙胞胎 所以呢,我只能說到時候呢 如果在商店裡面看到它的出現的話呢 我會購買,而且來做介紹 如果沒有的話呢 So what? OK? Human Alliance Autobot Jazz 這一款的這個Pontia Sustis的這個車子呢 在這個顏色上面呢 個人認為說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進步 為什麼呢?我們再一次拿出這個Human Alliance的這個Sideswipe 出來的話呢,你會看到說它的這個銀色呢 讓它的金屬感呢,加強了不少 但如果是呢,把這個2007年款的這個Jazz拿出來的話呢 你就會知道說,兩者呢,則是相差了非常非常多 在各個方面來說,相差了非常多 顏色,大小倒是沒關係 而變身過程,車子顏色,一些細節的部位呢 完完全全的以這個Human Alliance系列的這個AutoBot Jazz呢,取勝 而這個整體的這個造型來說呢 雖然車子的大小呢,稍微差了一點點而已 但是呢,具體的細節呢,根本就不在話下了OK 整體的各位看看,車子前面看起來有點大同小異 後面呢,則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這個進步 則是比較乾淨的一個底盤 而這個呢,則是一個比較失敗的一個底盤 或是應該說是下面的這個設計 而整個窗戶呢,一樣的,仍舊的以這個藍色 透明藍色的壓克力板呢,製造而成 換句話說呢,老蕭手上所擁有的這一部呢 是美國版本的 日本的版本的這個AutoBot Jazz的這個顏色呢 這個玻璃的顏色,我忘記什麼顏色了 OK,可能到時候會在下面打字出來 以及這個Captain Linux 他的這個造型呢,分別的都有一些大同小異的一些不同 所以呢,就個人而言呢 我比較希望說得到的 也就是我眼前的這個美國版本的這個AutoBot Jazz OK 就以整體的車子來說呢 他在各個方面呢,都能夠展現到說 這部Pontillard Sustis的這個車子的一些優點 特色,就因為他的設計來說 而因為他是Human Alliance 應該說他是變形金剛 所以呢,從側面來看的話呢 不免的啊,稍微的 稍微的能夠看到一些基性的部位呢 在下面凸了出來 OK,但是呢 這個神是完完全全可以理解的 而如果是我們翻到那個底部來看的話呢 你基本上不太看得出這個基性的部位 就如從2007年版本的這個Jazz OK 這一點呢,倒是讓我覺得說 算是比較成功 但是呢 有一點 在這個2007年Deluxe Class成功的地方 則是說 這個下面呢,看不到機器人的人頭 但是呢 以Human Alliance來說呢 這邊 是的,你可以活生生看到Jazz的臉呢 不管你是以正面來放 或者背面來放的話呢 都會看到他 換句話說 如果這部車 這部車子呢 行駛太快的話 翻車 沒關係 他頭呢,可以看 呃,提起來 看看他現在翻成什麼地步了 OK 既然他是Human Alliance系列呢 必然的跟前幾款車子有相同作用的呢 則是他的這個車門呢 可以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 是的 我們自然而然呢 就可以看到裡面的一些這個 稍微細節的一些設計 但是呢 就以車子的形態來說呢 那個車艙裡面的駕駛艙來說呢 這一部車子可以說是 並不是那麼的出色 為什麼呢 因為他門板這邊呢 完完全全可以看到機器人的手臂 跟一些能夠運動 運作的這個零件在裡面 而他的座位呢 也並不是真正的椅子 而另外一邊呢 是的 雖然他有一些這個 冷氣或暖氣的通風孔在這邊 但是呢 嚴格來說 他的裡面的細節呢 卻並不是裡面最好的 最好的話呢 不免呢 我就要搬出這一部 Barricade 因為他的在各個方面 你看 門漂漂亮亮 駕駛艙漂漂亮亮 座位也是乾乾淨淨 中間的完全完全沒有機械的部位 擋在中間 所以呢 以內部的設計來說呢 這個 Human Alliance Barricade呢 到目前為止 是最強的一個 而這個 Auto Bob Jeff來說呢 則是稍微的可惜的一點 但是呢 他的重點在於 整個車子的外觀 以及變身過程 再加上他機器人的形態 所以這一點呢 我們可以理解 如果說你要把他擺設到一個車子的形態的話呢 不免呢 你有另外兩個地方呢 可以去稍微做移動 讓他看起來更加有架勢一點 第一個呢 就是把他這個車子的隱形蓋的部位呢 稍微再弄鬆 搬起來 就有點好像這個 車子隱形蓋打開的作用 的感覺 第二個呢 則是他的窗戶了 他的窗戶 大家都知道說 在變形的時候呢 他可以折下來 但在車子的形態的時候呢 並不能折到最裡面 最底部的部位 但是呢 你若是稍微折到一半的話呢 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呢 就好像有一種車窗往下 這個 的感覺 而 彎彎圈圈的 有他另外一種架勢在裡面 很可惜的呢 就是他的這個行李箱 也就是後面的部位 是不能打開的 所以呢 這個呢 基本上來說也是並沒有關係的 因為整部車子呢 就以他一個非常金屬色的一個 或是應該說非常漂亮的一個 噴漆的這個板金顏色來說呢 他在車子的形態呢 已經彎彎圈圈的 值一個回票了 而若是講到 Human Alliance的人類系列來說呢 我們不免得 就要把前幾款 車子的這個 所附帶的人呢 拿出來稍微做比較一下 而我沒有把Frenzy拿出來 是因為說我已經 因為他不算人類 OK 所以他不是人 OK 若是以這個 四個小人偶的比較來說呢 我個人會認為說 以第一個出來的 Sam Witwicky呢 他的這個臉的這個設計呢 最像主角的神色 而這裡面最差的呢 反而就是我們這個最新鮮的 所得到的這個Josh 就是Captain Lennox 他的整個臉部的一個造型 讓他看起來感覺好像他 比 更呆 更呆 更呆的一種感覺 而且他的 我們就是尊重他了 而他整個頭部呢 除了說從側面 這個 這個角度 看起來最像他之外呢 其他完全都不像 而臉上的具體系列 你們看 連McKayla都有給他上一些 眼線跟眼白 呃 呃 呃 那個 唇色 Sam呢 他也有唇色在上面 OK 所以是比較具體一點 我們的黑先生呢 他整個 整個臉上這個細節呢 因為有頭盔的關係 所以他的帶子什麼 非常有細節在裡面 唯獨他 好像 蠻 我這麼說好吧 畫龍點睛大家知道吧 OK 龍在畫上 點上眼睛之後呢 呃 會有特別威猛的感覺 而他的眼睛呢 就是被點了之後 反而更加沒有神韻的感覺 這個是讓人家感到說 他這一個 Human Alliance裡面呢 到目前為止 就於我手邊來說 是 目前我比較不喜歡 而且就以高度來說 他幾乎跟Sam是同一個高度 好像說他們 是同一個學校的那個同學一樣 這樣子 所以 好 去到這麼不說 他的活動空間呢 仍舊的跟那個其他的都是一樣 所以呢 能夠可以跟你蹲一個馬步 而大家都知道 Auto Bob Jazz呢 有一個經典的武器呢 在電影系列呢 有出現過 也就是 一個 有點圓圓 像罩子 或是盾牌之類的武器吧 在這個 Auto Bob Jazz跟著的這車子裡面呢 這部摩托車呢 雖然不能夠變成 Chromia或這個 RC 但是呢 它這個摩托車仍然是一個能夠變形的形態出現的 而我們就很簡單的把它造回去變形一下吧 首先 首先 第一個要做的是呢 先把這個龐大的過大的這個排氣管呢 拿走 接著呢 只是把旁邊這兩片呢 銀色這個板面呢 把它給往上扯到最高的地方 頓時間看起來就好像一部會飛的摩托車了 OK 好 接著呢 只是把 看到這個 關節這個地方吧 這邊呢 先把這個整個後面呢 提到上面去之後呢 再整個的彎下來 彎到最底下來 OK 剛剛這個 在摩托車後輪的這個部分呢 自然的先把我往後推到後面去 接著呢 有一個比較容易漏掉的地方 就是前面的輪胎呢 這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壓下來 對不對 壓下來 成這個形態 所以呢 前面的輪胎呢 它是的 它一樣是能夠可以動的 壓到下面去之後呢 連接在一起 接著呢 就是把後面這一片呢 給拉起來 這麼一來呢 就有一個扣子呢 在那邊後面凸了起來 這麼一來呢 它就成為那個Jazz 手上的一個武器了 而像我先前講過 它的整體的車子的造型呢 完完全全可以說是幾乎 幾乎挑不出毛病的一個造型 除了稍微底下 這個凸起來這些機器的零件之外呢 就以各個方面來說呢 完完全全是一個令人感到 非常非常滿意的一個 新款的一個 變形金剛玩具系的一個造型了 而在下一個影片呢 我們則是要正式的介紹一下 Human Alliance Auto Bob Jazz 這個正式的一個變身過程 那些衣服的狀態 把他連接的次裏有的 和他一起扣子 好嗎 我可以做一下 這麼多的 一整個 他已經夠了 我們會做了 一整個